個人的話,我是因為在國中的時候建立了自信,不努力啊 可是因為你不努力,可是你都前幾名,就會覺得你沒那麼難,然後有成績感啊 可是你這時候去金華,你會覺得你不是最好,不是最好,是那幾個人就會比較好 可是你有想要Q在哪裡呢? 其實完全沒有,對啊,你也不會一定會在你的水準 可是Q在哪裡,你就會發現他就是那樣,他反正永遠在這個位置,我也不會往前 我也不會說我們班很笨,我就在前面,我也不會我們班很好,會在後面 就是前班的第三個,對,第三個,第五個之間 所以他在他們東方,三到五,他是有機會上街的中間,他如果在七零國中三到五,大家一定會不會 對,因為我覺得第一名的那些人也有特殊他們 他們是不管怎麼樣,他們都會在那裡有一些人 對,而且明天考試也很難的時候,他也可以考 他們也是很好,他考很簡單,他也是很好 對 他也沒什麼難考,就是那個分數,對不對 那種人之外 都會有一兩個,一個班都會有一個 其實剛剛他也是有一個女生 他去江班也是有一個女生,也是姓家 我就奇怪,李明怎麼都姓家 他必須講評 這個就是保持秘密的 他是全校保險級的